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工作的地方就是这间粉红色的房 去满足一些嫖客的需要 八岁 九岁 粉红色的世界 联想起是最可怕 曙光投射到森林里 周边是光芒 仍托出了黑暗 欢乐笑声像炮影消失去 像泡沫快快地逝去 粉红色的可爱 陈托着可怕 问谁有错 为什么透过温暖色彩 不像想象的温柔 反映了寒雪的忧 只有一点小灯泡 只有一点小灯泡 引渡走出寒冬 走出现实的世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封印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像独眼却赶摑 说的昨天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世间 障碍来自 星囊 能将声话 抹去 重返光明 心淋泪 能将声话 抹去 重返光明 心淋泪 能将声话 抹去 一位女传道过去十几年都有带领短孙队去柬埔寨 在那个地方带整个队短孙队去 他们的工作就是去训练栽培当地的教会 来做儿童工作 他们的策略就是 头几天就会教这群青年人的技巧 然后就会训练一些儿童营 当中有一个小妹妹 八岁 九岁 很可爱 信了耶稣 那百多个小朋友里面 又不少都信了耶稣 但是特别有一个 后来这位女传道给我们看另一张照片 是一张房间的照片 粉红色的 这个女传道跟我说 和我们说 她说你知道吗 每天他们搞儿童营 大概去到三四点的时候 这个儿童营就结束了 然后那些小朋友 好像这个小妹妹一样 就会回家 回家洗过粮食过饭 一晨之后就换衣服 晚上上班 她工作的地方就是这间粉红色的房 她满足一些嫖客的需要 八岁 九岁 她日头信了耶稣 晚上她被家人送去那些地方 然后大概开工的时候 然后就当那个 我不知道那些叫什么 就帮这个小朋友打针 打一支令到这个小妹妹 变得很狂野的小魔怪一样 去满足那些嫖客的需要 然后到大概 就来黎明的时候 三四点 又帮这个小妹妹打另一支针 让她静下来 然后跟着送她回家 家 这一班短孙队 回来做的报告 不是一个叫我们很开心的报告 但是 是一个比鱿鱼游戏更加残忍的一个现实 这个带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反省 究竟我们今天传的福音 是不是只是一个片面 让她们死后能够上天堂的福音 而在地上生活的时候 完全离地的福音 我感恩的地方是 过去大概十年前 我开始听到 有宣教士 放下宣教士的梯圖 他们在做宣教工作 他们去到柬埔寨 去教导那些父母 你的子女有多宝贵 将她交给一些嫖客 来打算让你的女儿去救全家 你知不知道对这个女儿造成的伤害有多大 整个社会里面 是完全扭曲了的价值观底下 有一班宣教士 去到那里去教导那些父母 各位 我想这个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反省 如果今天我们看圣经 我们做基督徒 我们的价值观 只是放在那个上天堂的福音上面 我们拯救灵魂的功夫 可能都未做得足 我不是说不上天堂 不是说上天堂不重要 我觉得很重要 但是在地上的生活 主耶稣说 他说 他说 我来事要叫羊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这就是什么 难道丰盛的生命 只是天堂 丰盛的生命 这就是肯定的福气 这就是肯定的福气 对 这就是肯定的福气 这就是肯定的福气 这就是肯定的福气